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 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析 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 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磋商 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正在等待欧方回复 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 将综合考虑 各方因素后慎重做出决定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